今集山系這樣行 有我文山帶大家觀塘遊 除了帶大家去台灣火鍋店 偶達人吃過飽之外 還會去到觀塘海濱打卡 快點去片啦 大家好 我是大堂山 平術是山系這樣行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觀塘 可以帶大家飲心吃吃之餘 還會在新的地方打卡 一邊跟我來 今天就帶大家去到位於 岳居室中心的偶達人 去到門口已經有超級多人等位了 而我們就挑選了 澳洲極上和牛這個套餐 用餐時間是120分鐘 由於我們入座的時間是下午5點 所以價錢就是298元美雞一啦 我現在終於進來了 剛才真的非常多人 很不容易我們進來 我們都已經點到一桌的食物了 現在其實非常期待 一開始店員就要求我們去選一個鍋子 我上一次就選了麻辣湯底 因為你是牛大人 其實最喜歡吃麻辣湯底 但這次我想試其他 就是試這個牛骨湯 紅燒牛骨湯 我幫我試一下 都是非常濃郁的牛肉味 我覺得上次的麻辣湯 我試過之後 真的覺得太辣了 所以有點 要加湯 已經是小辣的 但這次是不滑的 但也很重牛尾 那一陣子呢 我會再試一下其他菜式 給大家聽 剛才因為掛著吃 都不記得教大家怎樣下單 其實店員店員會給我一個 然後就掃一下 然後就去到一個 這個 牛大人的頁面 其實按進去 你就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食材 你按進去就可以點了 譬如說 他這裡也有說 有些就是不用錢 是個肚餐包起來的 那你們就封劍遊人 想點什麼 就可以盡情點點 就有120分鐘的限時去吃 打火鍋怎麼少得呢 杯啤酒呢 這個就是流水浪花 讓我試一下 這個流水浪花相對比較容易入口 因為它充滿著火香的啤酒 它啤酒的感覺 其實也是非常有麥味的 所以其實喝下去也不會太苦 我覺得 打火鍋很棒 我就點了一個 爐魚 已經很快 這個爐魚呢 好滑 這個其實我已經翻炒了一次 要試這個高麗菜餃 我覺得焗皮是厚了一點的 裡面有些 小嫂好像那些雞包仔的麵 接下來就是燕油 我喜歡這個多一點 可能是長條形的餃子 很少吃飯 還有... 皮好像薄一點 肉好像多一點 打火鍋怎麼可以不少鴨血呢 雖然我這個就不是麻辣湯底 不過它也吸收了這個湯底的精華 而且它是非常滑溜 所以我覺得鴨血是這裏必買的產品 而且我很欣賞它 咬下去真的有些醬汁 現在這種醬汁除了是鴨血的醬汁之外 還有湯底的醬汁 所以打火鍋必備 然後就要試這個 美國的SRF極杏牛板鍵 聽過名字就知道 試一試味 這個是比較薄 而且是半肥瘦 而且肉味很重 剛才我在那裏拿的醬汁 就是牛肉洋蔥汁 可以點肉吃 應該都是非常滋味的 好了 接著要介紹就是澳洲M5的牛牛肩丸 對比剛才那個 我這個就更滑一點 還有入口即用的感覺 終於都吃完牛大人 現在就可以回到最後報告給你們聽 其實我覺得這裏 這個醬汁就是多 多很多東西可以給客人選擇 可以出去選擇 亦都有很多醬汁給大家選擇 而飲品方面 還有一些冷的烏龍茶 或者茶包的茶 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覺得好像去到台灣 可以試到很多不同台灣的特色飲品 整個的用測體驗都是非常好的 因為店員其實是不時關於家庫 亦都是會不斷收走一些碟 那種都是非常快的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它是 它的單是真的海量多的 但是它也是可以做到不會漏單 和不會送錯 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值得讚賞的 那我記得桌面 其實它就說like Facebook 或者一個IP 就可以有一杯就是金鑽內浴冰 那我剛才就拿了一杯這個金鑽內浴冰去品嘗 那其實下面是檸檬 和外浴 那喝下去其實也是比較清涼一些 夏天喝就相當之少少的 那都真的挺不錯的 那希望下次真的可以再繼續來 因為我知道空位是非常難的 我現在已經飽到接近說不到話了 好啦一會兒看看可不可以帶大家去其他地方玩 我們就轉戰去到觀塘海濱打卡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海濱長浪 又長又大而且視野寬廣 黃昏打卡住到一樓啊 那鏡頭也轉了 我現在換了衣服 吃飽飽就要打卡了 我覺得觀塘除了很多好東西吃 之外還有就是打卡的好地方來的 那我觀塘碼頭現在就是直人時分 所以你看到我都是黃色的整個人 那看看視頻師一會兒會幫我打到什麼卡先 今天呢的觀塘之旅呢 就過了一段落了 亦都很開心 我發現觀塘真是一個好地方 除了是有一個海景可以看之外呢 還有很多美食 那希望呢也都發掘更多觀塘的一些好去處給大家 那喜歡我的YouTube Channel朋友 記得like和分享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那以後一有相片的話 就是第一時間通知你 記得按旁邊的IG和Facebook 我們下集不斷走 再見吧 拜拜